鮑威爾的鷹派談話會讓比特幣跌去哪呢?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Buybit是我換過非常好的交易所 無論從掛單深度 順滑體驗 交易界面都無可挑剔 下方還有更多頭部頂尖交易所 我保證是全網 返還比例最高的交易註冊鏈節 我們現在就看到比特幣的盤面 那在稍早呢大約是 因為我用我們東八區時間嘛 我們東八區時區的 晚上10點呢 OK也就是 大概兩個多小時之前 鮑威爾 他在全球央行年會 他發表的談話是 偏向鷹派的 也就是 美國的通膨是太高了 那我們在過去已經加過了9個基點 那這9個基點呢 並沒有辦法有效的 抑制通膨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已經加了2.5個百分點了 2.25個百分點 無法抑制通膨 所以 鮑威爾認為呢 現在還不是時候 不繼續省喜 OK那這個談話當然是 比較偏向鷹派的 言論啦 好那 我們看到日線級別的圖表啊 我們之前有 在影片當中 一再的強調 這條趨勢線 那我會認為這條趨勢線呢其實是 至關重要的 它是最關鍵的 那你可以發現呢 我們現在無論怎麼化 無論怎麼化 它都是已經 跌破了 這條趨勢線 那之前呢 可能都有轉環了餘地 OK 它可能 都有一些小小的 這種 呃 爭議 但是 我們這根 這一根 可以顯 如果說它 全部收在下方 OK 或者說有連續幾根收在下方 那 我就可以認為呢 它 這條趨勢線 就是已經被 跌破了 OK 那麼 其實 從日線呢可能還看不出它的 量能的大小 那我們從4小時 4小時來看的話 它這個量能非常大 各位可不要小看這個量能 這個量能它是 我們整個震盪區間以來 最大的量能 OK 我畫一條線 OK 我相信這樣大家就清楚了 我們整個震盪區間以來 剛剛 這根4小時 所放出來的量能 是最大的 OK 這是最大的 我用指揮 那我個人呢 我個人其實是在 它跌破了 這個 通道的時候呢 去 入了一張 空單 不過當然 倉位是比較小啦 畢竟 如果說要做趨勢的話 我們還是要遵循著 方向嘛 一步一步加倉 OK 等到 行情 等到盤面驗證 我們做的是對的 那我們再 考慮繼續加倉 盡量不要一開始就把倉位下嘛 因為這樣 你 止損的話很有可能會損失非常大 那麼我們現在就 比較確定的是 它在上方的這個壓力位啊 欸 它就是挺明顯的 對吧 上面連續三根針很像拜拜 插了三根針 就表示此處的壓力位是 顯著的 那目前盤面它還在繼續下跌 而且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 行為出現啊 各位可能 以前都沒有注意到 不過呢 在我來看啊 這個是挺重要的 OK 為什麼呢 因為 它可以標示了一波 趨勢有沒有結束 這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發現了 我們之前回調的這個低點 OK我直接用 最精確的數據 它的Lower Point 是多少呢 20760 對吧 20760 它沒有跌破 前面的這個點 對吧 前面這個點是 20733 對吧 它差了30幾刀 230刀 但就是沒有跌破 那麼我們剛剛的 回調呢 剛剛的這個暴力下跌 它把前面這個低點給跌破 你可能會覺得 哇那跌破前面這個低點 有什麼了不起的 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當我們在上升趨勢當中 回調的低點是不會被跌破的 如果我們還在上升趨勢的話 這個點它是不會被破的 那今天被破的話 它就絕對不可能是上升趨勢的 它只可能是震盪 或 它在走空頭的初期 只可能是這兩種可能 而且 像我們頻道之前 一直有強調 如果說 它還在創 新高的時候 像這裡是新高 它就直接下 它就直接 下跌了 那這通常不是最好的入場時機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說你在 還在 突破新高的時候 就開始做空的話 那你會不斷不斷的左側摸空 不斷的蓋帽子 不斷的摸頂 那 最好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最好的入場點 其實就是等它 時髦反彈之後 也就是 從最高點下來 然後的反彈 那你可以發現 這就是一個 236反彈嘛 這是一個 非常典型的236 也就是怎麼樣 我們下跌過後呢 然後我們測試到236 然後再繼續跌 那這個是 還蠻 還蠻典型的一種走法 而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呢 如果我們從4小時 級別的 突進來看的話 它其實已經走成了一個 頭肩的結構 對吧 我們如果這樣看的話呢 這樣對吧 Left shoulder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Head 然後這個是 Right shoulder 所以 他已經 這個警線 他已經在測試了對吧 那如果說 他蹦 我們隔天 他確認了 各位 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現在不是星期五了嗎 現在是我們東八區星期五 美國時間現在是開盤的 美股是剛開盤的情況 我們是到什麼時候呢 是到 今天 凌晨 我講的今天是禮拜六 我們東八區的禮拜六 的 凌晨 OK 美股他才會收盤 也就是CME這個時候 之後的動作才會留下缺口 那我們現在的動作呢 CME是不會留下缺口的 而且他 你可以發現這是個水平的 壓力支撐互換 所以我會認為這個 點的突破呢 非常關鍵 至關重要 至關重要 而且 大家在看一下他這個量能 他這個量能我們能忽視嗎 絕對不能忽視 這絕非等閒之輩啊 所以 我先入手一點點小小的空單 那 我還在觀察 那以太坊的話呢 以太坊的話 他其實是 回淘的沒有像比特幣 如此的激烈 OK 而且呢他反彈 像比特幣他是 236嘛 那以太坊呢 以太坊就是382 382 以太坊他是反彈比較強勢 而且以太坊 我們之前也有提到 以太坊他是 有 升級再級 以太坊2.0 Lemerge 從 Po W轉到 Po S 的升級 那現在以太坊他也是 稍微有點回落 不過 我還是依照我們之前所制定的交易計劃 如果說各位有鎖定我們頻道的話 一定是了解的 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呢 比特幣 會比較弱 那我們先 針對比特幣 那 等到 我們空頭呢 已經確認 已經確認趨勢了 然後 行進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再去 操作以太坊 因為以太坊的話呢 他其實如果 反彈或者說 開始 又開始上漲 他的勢頭會比較猛的 那 比特幣的話 是比較不會 你可以發現 即使比特幣他上漲或者說 反彈啊 等等 他的 這個力度 絕對是比以太坊還要更弱 OK 所以 現在的話 以比特幣做空會 稍微安全一點 那 以太坊你可以發現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對吧 我相信這個非常明顯 這個非常明顯 這個就是一個 Head and Shoulder pattern 頭肩頂的構造 OK 頭肩頂的構造 那我們頻道呢其實一直有在為各位舉辦活動 像我們之前 舉辦的第二屆 科比托教育大賽就已經原版落寞了 那 大家已經 如果說你是有參加比賽的話 你可以去 官網 看一下 你個人的排名 那這是私人比賽啊 OK這都是私人比賽 所以這個獎金是 OK 我跟Bybit 去爭取到的 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的帳號 還有你可以領取到多少獎金 都寫得一清二楚 那 你的獎金呢 會在比賽結束的 15個工作日內 注意喔是工作日 不是日喔 會 獲得獎金 而且你可以直接提現 你可以直接提現 那交一張前三的呢 可以獲得Bybit的周邊一份 還有我們之前有為 各位 舉辦的 一個活動 就是 只要你 Tick 只要你有追蹤 我的Instagram 還有 Bybit的 中文的Instagram 你就有機會可以獲得100USDT的抽獎機會 記得要填錶單喔 非常感謝各位 掰掰 掰掰 拜拜